人气最高的热门短剧CP组合 张吉俊 马秋元 锦第2 孙岳 徐一真遗憾 冠军所有人都猜不到 第一 世俗有甜蜜之屋称号的铁木屋组合 分别是游申浩南 王格格 张吉俊 马秋元组成 三千万 六千万 看我干嘛 有本事 自己家家 他们四人都相互打造过不少精品短剧 比如申浩南 王格格合作的玫瑰冠冕 先婚后爱的甜宠剧 真的将格格宠成了公主 就连下车的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甜味 而申浩南与马秋元合作的短剧 就要追溯到两年前的短剧初恋后一正了 身漂亮的稀有寸头妻 果然帅到一定程度 发型已经不重要了 一部又虐又甜的校园爱情剧 换到张吉俊这边就画风突变了 张吉俊与王格格搭档的短剧脱江 一个是男团成员出道 一个是全能戏可言可甜的宝藏女孩 两人的合作瞬间就能将剧情活跃起来 这得益于他们出色的演技 和与生俱来的化学反应 无论是轻松愉快的日常 还是紧张刺激的冲突 都能让观众感受到 他们之间的默契和火花 而到了张吉俊与马秋元合作的短剧 《白月光攻略手册》 张吉俊的形象又发生了一次转变 在娇柔可爱的小园子面前 他就像林家大哥哥一样 无时无刻不再保护着他 给人一种又甜又有安全感的感觉 人爱 自从双男主短剧《燃东之女王嘉勉》 没有戴上小园子弯之后 也随着他与何剑齐的二大剧 落花时节又逢君的爆火 又让人看见了一对新奇的组合 俊男靓女的搭配实在是绝配 更加让人意外的是 他们三大的三架魔君短剧 居然转变成网剧形式了 之前何剑齐就有过那种 又邪又魅的魔君角色塑造 很期待他们的新剧 第二组虐恋练组合 舒童与中西的名字 几乎是虐新剧的代名词 他们一共合作过八部短剧 每一部都足以让众多网友 虐得体无完肤 心碎不已 舒童在剧中的霸道形象 更是让人又爱又恨 他也因此喜提短剧所侯一个的称号 舒童的演技精湛 他将霸道总裁的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 每一次的冷酷与专制 都让观众感受到了角色强大的气场 而中西则以其温柔婉约的形象 与舒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们的情感纠葛 成为了短剧中最引人入胜的情节 然而 舒童自从与古灵精怪的侯承越合作后 他辛辛苦苦打造的冷峻巴 总形象便彻底崩塌了 在侯承越的影响下 舒童展现出了他幽默风趣的另一面 这种性格特质在之前的作品中 可能并不明显 但通过与侯承越的互动 观众得以窥见他的另一面 在新的合作中 舒童的冷峻不在 取而代之的是他的笑容和幽默 这种性格的展现 不仅增加了角色的魅力 也让观众看到了 他作为演员的多样性和可塑性 他的转变让观众惊喜不已 原来那的冷酷的霸道总裁 也有如此亲切和可爱的一面 舒童与侯承越的化学反应 未断剧界带来了新的活力 他们的合作 不仅打破了舒童以往的形象 也为他的演艺生涯 开辟了新的道路 观众们开始期待 舒童在未来的作品中 能够带来更多不一样的角色和表演 舒童的故事告诉我们 一个优秀的演员 不仅要有深厚的演技 还要敢于突破自我 挑战不同的角色 只有这样 才能在演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赢得观众的尊重和喜爱 而舒童 无疑正是这样一位值得期待的演员 第三组 煽情如鱼类的深情组合 王毅然与白岩 以及独特的情感表达和深厚的演技 赢得了无数观众的青睐 他们的代表作 《如果眼泪记得你》 一句直到最后 《我毅然还爱着你》 不仅让王毅然坐上了 深情小王子的宝座 更让无数人为之动容 王毅然 这位在短剧界展露头角的新星 她的双眼仿佛会说话 从中流出的泪水 不知击中了多少观众的内心 她的每一次流泪 都是情感的自然流露 是角色内心世界的真实展现 她的演技 让人忽略了表演的痕迹 只感受到那份真挚的情感 与王毅然搭档的白岩 同样是一位才花横溢的演员 他们的默契配合 将角色的情感变化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如果眼泪记得你》中 他们的表演 不仅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与美好 更让人深刻体会到了爱情的艰辛与不易 他们的每一次拥抱 每一次争吵 每一次离别 都让观众的心随之起伏 王毅然与白岩的表演 如同一场情感的盛宴 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剧中 与角色一同经历着情感的波折与起伏 他们的泪水 不仅仅是剧中人的泪水 更是观众心中那颗被触动的新的映射 他们的爱情故事 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以忘怀的篇章 这个深情组合的成功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出色的演技 更因为他们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情感的真挚投入 在短剧的舞台上 王毅然与白岩用他们的表演 证明了情感的力量 也让人们相信 无论现实如何残酷 爱情始终是生活中最美好的存在 他们的故事 将继续在观众的心中流传 成为短剧史尚不可磨灭的经典 第四组 搭档白方文与余音 同样是一位令人瞩目的组合 余音 这位娇小可爱的女演员 古灵精怪的性格 让她在众多演员中脱颖而出 人爱 她在屏幕上却总是演应那种 被经常欺负 楚楚可怜的角色 让人忍不住心生恋爱 从现代剧陆总的新婚雅七到古装剧再生欢 余音在剧中经历了种种爱恨情仇 她的角色总是充满了挑战 而她每一次都能完美地诠释出角色的复杂情感 最终 在离婚后 妇人她经验全球中 她所饰演的角色终于走出了情感的泥沼 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辉煌 白方文的演艺一直都非常有代入感 她能够巧妙地运用自己的表演技巧 将角色的情感和内心世界细腻地呈现出来 她的表演真实而深刻 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 感同身受 她的才华在短剧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成为了无数粉丝心中的实力派演员 余音的体型娇小 给人一种萝络而精致的感觉 这种天生的外在特质 使她在扮演需要保护的角色是更具说服力 但更为关键的是 余音不仅仅依靠外在条件 更凭借精湛的演技和深入的情感表达 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刻画得淋漓尽致 她的每一次表演都能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灵魂 这是她作为演员最为宝贵的品质 白芳文与余音的合作 无疑是一种默契的碰撞 他们在剧中的一次次精彩对决 不仅展现了各自的演技 更是将短剧的艺术魅力推向了新的高度 他们的故事 不仅仅是角色的故事 更是他们作为演员成长的见证 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 相信他们将继续携手前行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第五位 赵兮兮 这个名字在短剧界可谓是如雷罐 论及短剧出道极巅峰的选手 非她莫属 她与真子齐携手打造的声色拳马 一经播出变好评如潮 成为了短剧领域的一股清流 真子齐 这位拥有一正义鞋脸庞的男子 时间仿佛在她的脸上多刻画了几笔 使她看上去更加成熟稳重 她那健硕的身材 给人一种极具张力的感觉 再加上她独特而又低沉的嗓音 更为她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此外 真子齐还是一位充满正能量的男人 语言相处时 总能展现出她的温暖和善良 让人感受到她的魅力和力量 而赵兮兮 则拥有着出色的面容和高挑的身材 高贵中透露着典雅 虽然她拍摄的短剧不多 但每一部都堪称精品 正是因为她和真子齐的出现 短剧已经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在我国 短剧制作周期短 经费不足 浮化到粗糙以及剧本循环回收利用的现状下 能够出现一部精品短剧 确实非常不易 这不仅是制作团队心情付出的结果 更是赵兮兮和真子齐等优秀演员不懈努力的体现 他们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为短剧界树立了一个崭新的标杆 正是这样的精神 让短剧在困境中不断崛起 逐渐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相信在赵兮兮和真子齐的带领下 短剧将会迎来更加辉煌的未来 而他们也将成为短剧史上永恒的传奇 短剧质量在逐渐提高的积极趋势 最后就是短剧中的遗憾 曾经辉煌的月真搭档 虽然很早就未曾合作过了 但是他们之前的作品仍然令人回味 虽然他们在各自的演绎道路上 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但两人未能再次写手出演短剧 对于喜欢他们的观众来说 无疑是一种遗憾